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什麼 柯國王到底要不要合作 柯文哲說 郭台銘是否參選 當然有他的考量 我就是順其自然 但是郭振英這邊 現在好像條件越來越明確 就是我要先看你 愛中華民國的新的強烈度 柯國王三方理念是否整合 還有競選資源是否到位 好像他的態度越來越明確 他現在其實有籌備 連數的APP 也下達備戰的動員令 甚至他今天公布了一個民調 就是郭台銘的所謂的內部民調 如果內部民調的話 你看 如果是撒卡都 就是郭柯河 韓國瑜是28.5 蔡英文30.5 他們第三名26.8 可是如果是1對1的話 韓國瑜是34.9 蔡英文42.2 蔡英文贏 可是如果是郭台銘對上蔡英文 1對1居然是郭台銘贏 40.6 蔡英文37.9反而輸給他 現在不只是 但是郭台銘看起來好像 藉由這個民調信心大增 連王俊平這邊也在講 他說韓國瑜民調調到20% 暫期就會升期 對啊 其實我今天下午 就已經接到 王院長那邊也有人來打 問我要不要支持他 你知道 其實王院長這邊 也在積極備戰 所以郭跟王正在努力的備戰中 對 但是問題來了 還是那個死結就是 柯國王到底誰要當老大 誰要當副手 如果政務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三個人合作 恐怕還是有很多路要走 國家機器的運作 絕對是不留痕跡的 所以你想要知道也不容易 你想要察覺也不方便 也不容易 可是之前說 怎麼樣利用這國家資源 來對付那韓國瑜 現在這個時候又設了局 把韓國瑜困在這固定的戰場裡面 讓他做那困獸之鬥 這麼一拖 拖到最後就把韓國瑜給拖死了 這一局你覺得該怎麼解呢 拖到時候是賣 簡單這樣他就不叫做韓國瑜 用國家的機器來對付韓國瑜 這是必然的 必然會的 但你們抓不到 所以我們不要說要求副總統 你要出來公開選時 這些提案單位 情報單位 國安單位 不可以做這個金色 金紅 如果不吃 他越嚴重 你想想他自己的統治 他的行政議長 他的行政議長就想知道 說國家機器要怎麼應用 承認策算 競然拜託他不可以用國家機器來對付他 這樣你就知道說他對付賣青鐵 動用到什麼程度 所以賣青鐵 除了算失敗 我也給他學習了 風度真好 點點下去 不說半個月 大家都說副賣賣已經沒機會了 有啦 柯批算就是副賣賣再起的時候 因為林家龍 田文燦 蘇晋聰 丹建林 他們這些人都沒辦法 在柯批的行政議長拿到票 但是賣青鐵 可以在柯批的行政議長 背三四趴過來 這麼多 所以你不用煩惱 只要是柯批出來算 不然副英文 他就煩惱再去找賣青鐵 跟腳這麼聽賣賣 不再收掉了 所以他用這樣對付賣青鐵 一樣會來對付韓國瑜 人家說龍油清水做貨貨 好賣賣賣賣賣 怎麼那個 下去到那兒當然不是韓國瑜的舞台 所以沒辦法剩下 所以韓國瑜應該趕快回來 進入財政的模式 進入政党的模式 之後就開始 拖領新的經濟議題 民生議題 國家未來四年要幾月的議題 這樣就突然出來 原來蔡英文這幾年來做得不好 民生不好 人民困苦 經濟不好 廣發不好 為美國拿去好 為美國的貪困 當然我們也要跟美國保持好 日本好 大陸也要好 你不可以好幾平 空腳翹 他剛好一腳而已 所以就空腳翹 台灣今天就不穩定了 所以這個用出來 人家說沒有啦 蔡英文現在不錯 民調都不錯 對不對 騙人的啦 試看看就知道 你如果不錯就是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才會 你的行政一定會來負責帳什麼意思 對喔 對 這個 所以說來行人不用說那五行位 漸漸看 看到沒有要一條線 所以韓國瑜也在筋畢 有在說 你就是要換煮啦 又沒有 不然百塊牌棒 好 我給你們解釋一下 不要緊張 七月二八所有人跟韓國瑜發的相片 包括我董伯要看的相片 發得很壞 上床還壞 上床還壞 背景還壞 所以上床都不會用一下 現在都要保新的給我們 上床還來 原告來 三天我牽牌就開了 牽牌都開了 他有參選的都知道 他都有協 現在大家說你看 全大家都不跟韓國瑜掛牌牌出來 這樣就是準備要跟我們 拜託幫幫忙 別讓我黑白衝 是上床 壞 現在太好的上床來了 牽牌掛起來 牽牌掛起來 不要緊張 但俊逸 我們看到民進黨裡面 其實一定要黑寒 不黑寒也不行 可是國民黨裡面就很奇怪 現在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都已經結束了 但有一堆人腦袋裡面 在想著什麼 想著說不想讓韓國瑜出來選 甚至什麼時候能夠來換魚 換魚說就現在這個時候 開始沸沸揚揚揚這樣跑出來了 但是柯文哲在旁邊 可就在開始煽風點火了 但我們注意到 民進黨現在坐在旁邊 是樂觀其成 可是今天民進黨的 區域立委的提名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名字沒出現 那個人是誰 王世堅 有人說他太柯黑了 那是否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有柯 讓柯來拱鍋 最後達到裂解國民黨的目的呢 重點是這樣子 重點是民進黨跟柯P之間 到底還有沒有什麼 後續的發展 合作的可能 還有嗎 看起來機會不大 為什麼機會不大 總統的部分 除非第三組人沒有出現 否則的話 總統的部分 柯P勢必就是一個靈魂人物 不管他選或不選 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靈魂人物 不可能再合作了 既然第三組人都出來了 即使沒有第三組 在合作上也有一定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他的政黨 所以民眾黨 這個民眾黨跟民進黨的關係 它是一個競爭非常清楚 一個對立競爭的關係 再來搶票 大家在簽票 柯林哥還有什麼合作 當初為了台北市長選舉 柯P都已經贏了 但贏得不漂亮 他都要我們交出戰犯 對不對 北門會談 交出戰犯 這種激烈的正面對抗的情況 這個合作機會很少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這個第三組人最好不要出來 有些人說這個第三組人出來 對民進黨比較有利 我不這樣認為 你看所有各家藍綠的 傾向的這些民調 大概一對一民進黨的勝算 是特別的高 所以你說我們為什麼 還希望有第三組人 所以在這一段第三組還沒有確定之前 我們當然不要去刺激柯P 所以這時候要有柯 這根拉的推理是合理的 也就是說沒有對柯P的這種敵對 的一些動作 或許第三組出來的機率 會比較低一點點 不過我比較重點的是 現在大家討論的焦點 是在韓國瑜會不會被換掉 我跟大家講 不可能 怎麼會換掉他 剩下143天 對 你換掉他要再重整 要再處理韓粉的情緒 要再處理 那不得了的事情 當初換柱都已經 而且換柱的時間更長 對不對 都已經搞得那麼灰頭土臉 換函這麼短的這個時間 機率等於零 郭台銘如果真的要跳下來選的話 他在想什麼 他是在想棄保 想棄保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要棄函保郭 但是會不會到達那個程度 因為國民黨畢竟 他的隊伍還是比較壯盛的 所以機會對郭來講 這個是一大挑戰 韓市長現在打的牌 到底有沒有有助於他的 現在因應所謂的要棄保 或是說郭的挑戰 有沒有這個因應上的一個好處 但麗娜 我們看到 在今天的時候 突然之間新聞也要報導說 郭台銘傳出 這個發包連署這個APP 可是又說郭董 我們知道要不要選 這一兩週之內 可能就會有決定 但郭震營說 編故事的成分居多 可是有沒有只要一句話 就可以講清楚 到了現在這樣子 感覺似似而非的情形之下 讓許多的藍營的人 基層的人看了不生氣嗎 我還以為初選已經結束了 應該是已經結束了 是不是 所以後面的這些陸陸續續的 這一些動作 其實也讓很多基層支持 國民黨的這些基層黨員 或者不是黨員 他可能是支持 韓國瑜的理念的人 會覺得莫名其妙說 國民黨不是在這個時候 就已經應該要確認 是韓國瑜來選總統 其他人應該要團結一致了嗎 你看看小英跟賴清德 賴清德之前民調贏他 到最後民調輸他 他都能夠咽下這口氣 一句話都不說 怎麼國民黨到現在 還有這麼多的小動作 這是一般的民眾 老是我聽他們在基層上面 講這個事情說 你們國民黨到底是怎樣 那要再有這麼多事 我看起來 郭台銘的陣營講說 編故事的成分居多 他如果願意這樣講 的確就是說 也許他還有很多事情 事實上現在的力道 已經不像之前 在初選那個時候的力道那麼強 我覺得他的戰鬥能量 已經有在下降當中 從他的發言人的替換 到陸陸續續所有連署的過程 好像越來越 沒有那個力道的狀態底下 我覺得他的確有在思考 他後面的路要怎麼來 做一個收尾的動作 但是其實大家可能還不知道 就是在地方上面 事實上還有王院長的連署書 還在動 對 所以王院長的連署書 高雄應該更積極吧 其實就是有幾個 就是比較親王院長的議員 還在協助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連署書還在動的同時 當然我覺得就是說 王院長應該要去思考到 就是說一般基礎的黨員 怎麼樣來看待這些事情 那到底是一個正面的一個方向嗎 我的基層聽起來的確不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沒有辦法 是促成團結的一個形態 以王院長以往的個性 應該照道理來講 他最希望的就是國家能夠好 國民黨能夠更好 像這樣子的一個人 怎麼可能就是說 會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這是讓我覺得匪夷所思的地方 所以國民黨現在的情形 會導致就是 其實有一些人 像我們是長期都在黨內 但是有很多人了解國民黨 或是在旁邊 只是用看著看國民黨 他們會覺得 國民黨為什麼不能團結 國民黨為什麼已經到了 這個階段點了 還有這麼多分裂的聲音出現 這是我覺得國民黨的一個危機 就是說上一次我在我們 國民黨的高雄市黨部的時候 聽到市長對著所有在 有一些基層幹部講一句話 我自己心裡面也嚇了一大跳 他講說就他們所了解 有兩個現在的議員 是協助對方的立委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人 協助對方的立委 在做敗票的動作 這個東西是讓我們覺得 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說 我在今天說出這些東西 事實上是應該講說 我希望也是制止這些人 就是說當你要做出 這些行為的時候 你思考點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想要再跟著這個黨內 立委員的選舉才剛選完 然後韓市長也幫了大家這麼多 然後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 大家一起共同奮鬥跟努力的 這一些革命情感 我覺得應該要在這個時候 更團結才對 但玉米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面對這個話語說 傳著沸沸揚揚揚支持 國民黨的中央是 嚴正的否認這件事情 而且要各縣市黨部趕快把 韓國瑜的砍棒立起來 但現在這個時候 連競選總部 連主委都還沒敲釘支持 要各縣市 就要把這些砍棒立起來支持 這樣雜亂無章的戰法 怎麼去跟民進黨拚 對的確現在國民黨 雖然初選已經結束 但是初選結束完之後 這些分裂 都還沒有真正整合在一起 所以一天到晚媒體在報導說 柯國王 然後是不是真的要正式成軍 然後一度又說 現在是鬼越不已 就是鬼越過之後 可能就會正式宣布 我覺得所有的訊息 都會讓現在國民黨的選情 是有點增加了障礙跟困難度 所以的確我認為 黨中央在整合的面向上面 其實要再用力更多 不是只有喊話 不是只有中常會的喊話而已 行動其實要拿出來 以國民黨立院黨團來講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就發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我們立院黨團的立委 就是一致支持韓國瑜 就是這樣的聲明其實就出來 就代表說立委們 大家其實是支持韓國瑜的 我覺得黨中央 他也要盡快就是說 包括這一些縣市首長 還有這一些地方的議長 怎麼樣把大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 當然現在這個最新的消息是 曾永泉他擔任 韓國瑜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也意味著說 要把這個黨中央的力量 跟韓國瑜競選團隊的力量 要整合變成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曾永泉他也講說 這個9月份會有把議長 跟這一些所有縣市首長 大家會有一個集體的行動來宣示 就是韓國瑜是國民黨唯一提名 而且唯一支持的 這樣子的一個候選人 這些動作我覺得都要快 剛剛提到掛看板這些事情 現在最新的是陳學勝 台中有幾位立委參選人 他們的看板 其實已經開始掛起來了 剛剛隆介兄有講 隆介先生說照片修好了就要掛去 對 因為之前的確拳代會那天 那麼多人輪流去拍照 可那個整個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相信有這幾位立委參選人 開始掛上看板之後 後面其實應該就是會 一波一波跟上了 所以這一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為什麼韓國瑜的選情 最近是有一點呈現下滑的情況 被壓抑的情況 我覺得國民黨自己內部 沒有形成一股整體的力量 一致對外 這個絕對是關鍵的因素 所以我也希望說 每一個作為國民黨的黨員 其實都要思考清楚 我們已經產生我們的候選人了 大家應該就是要全力來支持 這個黨的候選人 如果還有人不斷的觀望 然後不斷的猶豫 這個都會給外界很多 這個見縫插針的機會 你看民進黨 民進黨初選結束以後 大家就是挺小英 沒有第二句話 賴清德雖然心裡很不甘願 但是他也不講話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 國民黨跟民進黨DNA 真的不太一樣 這是國民黨要去學習的 就是說當時大家很開心說 初選有很多人競爭很好 大家來一場君子之爭 結果初選完之後 變成是這樣的狀態 大家就 完全是分裂的 對 完全是分裂 就被外界料中 就是說國民黨就是不能經過 這種民主的制度 如果這樣子初選完之後 好像就是會變成分裂 果真也被一部分人料中 就初選完之後 沒有完全的整合 但是我是覺得 我還是希望說 這個整合的工作要加速 然後真的不要分裂 因為變成三股勢力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勝負 都會變得很難料 我插一下話 當然我講話比較不好意思 不過基本上還是要提出來 就是說郭台銘的整合 確實是比較困難 王金平也比較困難 但是侯友宜沒有這個問題 台中市長那邊 也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兩個在觀望什麼 我搞不懂 可能9月17以後就會確定了吧 7月嗎 9月17 不管怎麼樣講就是說 我是覺得國民黨內 好像有一股很奇怪的動向 氣氛 那是怎麼回事 還有你們的黨代表大會 本來也是一個造勢 那個目的也是在做大造勢 也是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我是奉勸 奉勸就是說 黨團或許這個時候 可以做一些事 這個是對你們的選情會有幫忙 黨團至少是現任的立委 有 我們上禮拜就已經發聲明 全力支持韓國瑜 不是發聲明 你們要拉著韓國瑜 開個聯合記者會怎麼樣 你看我們當初初選的時候 你看我們部分的一些黨團 這個成員出來挺小 應該效果也是不錯